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脚 左脚 描向 圆脚 打向了中路 这个球还是打得偏正了一点 但是这个有时候呢 光考虑这个球要下坠过人墙的这个想法 但是角度还得再找一找 余汉超 又是余汉超的一次投球 然后我感觉下半场呢 让尹洪波的位置回收一点 不仅是对于中路的防守拦截 能够有帮助组织上呢 也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出球 阿德里安 大方的转移 赵明镜 战术思路是很清楚的 两个高点 两个强点 角球再打进来 第二点的角球 最后这下判断还是应该上海生花的不断的上 再来 真是高空轰炸 这边原来是冲掉找第一高点 莫雷诺胸部停球 再给右子的阿德里安 左脚传后点 连和中间啊 无锡这一下投球呢 是高空的位下降不上 因为人间有几次逼近的机会 对 造成他的防线也不敢轻易上 对 这样导致你前场这个冲掉 冲掉至少效果就不是那么好 对 没法是站成一条线来 只要看阿德里安 之前也有过一个定位球下坠 漂亮 98分钟 98分钟又一次绝评比赛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这个 难以想象不可思议 跟上岗比赛出现了 对啊 转折就是手边受伤这个情况 对 这球 这球打得也很漂亮 跟没办 也很漂亮 越无人墙 有及时的下坠 打向手边的远端 那一角是定位球倒是 不可思议 别了 于是 封面 我静童 真的 没有 代表 中文字幕——YK